有民众到花莲海洋公园欣赏美人鱼表演 合照后在脸书发文 是说照片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背后美丽的人鱼脸部表情和颜色都失真 又正好在两人的中间好像灵异照片 但事后美人鱼表演者跳出来澄清 当下在水中其实看不到外面的状况 而且应该是拍照角度的问题导致了误解 他也笑着说本人应该不像女鬼吧 前女在水主馆前合照 但后面好像有点乖乖的 哎呀喂呀 后面竟然飘着一位脸色惨白的长发女子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拍到灵异照片 但其实人家不是鬼魂蜡 是表演中的美人鱼 花莲圆胸海洋公园由表演团与原方合作 推出美人鱼秀 从去年12月开始表演大受民众欢迎 但有一名网友将照片放上网络 发现原本精致的美人鱼 疑似因为拍摄角度和光线的问题 变得有点像恐怖片引发大批网友讨论 但美人鱼本人称奇没这么丑啦 就只能看那个角度跟高度 哪一个角度是还有光线是最漂亮 本来就不一样 跟网友拍的一样高 有时候真的会 身穿美人鱼服装 Bolling Bolling闪亮的比基尼 配上都快跟他上身一样长的 蓝紫剑层色的尾巴 会混冲上方下嵌伸出双手 贴近玻璃 优美的模样令人正直 简直就像是童话故事 活失声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让网友发的照片 真的完全不要 其实我当下看到照片的时候 我当下是大笑 我真的大笑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其实我自己本人蛮多这样子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的 吴小溪潜水资历 已经两年拥有自由潜水 美人鱼表演双阵照 从三月开始担任美人鱼表演 但五月合约已经结束 这次只是回去兼职 结果就被拍下丑照 其实他也透露美人鱼看似美丽动人 但在水里工作可一点都不轻松 我真的曾经就是也因为视线模糊 然后撞到礁石 就是这边就是直接流血这样子 然后又撞到10人鱼 在花莲生活的他 喝了药水变回双腿 幻化成为人类 在当地从事防众 已经长达9年 没想到美丽的身影 意外跟恐怖挂了沟 意外掀起一波热议 记者徐立琴笑误 花莲藏报道